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天下没有一个真心爱孩子的妈妈 会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 这是急诊医师田之学 在瘟疫严峻时 下定决心搬离家人时的感悟 而在如此高压高风险的地方工作 医护人员也有亲爱的家人 即使清洁完备 回到家还是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田医师一直告诉自己 我可以的 我很坚强 但是当儿子的在线课程跟不上中文课程 只会英文的先生跟我求救 我却不能帮忙 着急的在家长群组 拜托其他家长帮忙的时候 心头酸到鼻头 田医师也好想在旁边陪着儿子一起上在线课程 回想起之前 他消毒干净 戴口罩 陪着儿子上过一次 儿子害羞紧张的样子 好可爱 好几次 田医师也在旁边举手说 我会 我会 而不小心入境 儿子也会不好意思的叫他不要太失控 但经过几天的观察 田医师知道 瘟疫不会那么快的稳定下来 他忍了很久 还是决定搬出来住 暂时离开他最爱的儿子与老公 田医师也表示 自己好希望可以像小时候玩一二三木头人一样 大家都乖乖的不群聚 不趴趴走 二到三个礼拜 那个一二三木头人的鬼就会走了 因为没有人趴趴走 没有人可以抓 而我们就全部都过关了 2021年11月 田之学在节目《衣食好腊》中分享案例 只有一对夫妻原本住在市区 随着两个孩子陆续出生 家中空间已不够使用 因此二人决定搬到一栋位于郊区的老屋 虽然新家的空间大 交通便利 但屋内陈设却较为老旧 让妈妈一直觉得阴阴的 但她一开始没有太在意 谁知却发生一连串难以解释的现象 田之学透露 妈妈有一天和孩子们聊天时 想到自己和丈夫平时工作忙碌 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小孩 心里有些愧疚 便向二人道歉 没想到孩子们竟说 没关系啊 有哥哥姐姐陪我们玩 甚至还能说出完整的家庭故事 不仅如此 夫妻俩某天在睡梦中竟看到另一个空间的家庭站在床头 吓得二人连忙求助妙宫 在妙宫的指引下 夫妻俩找上一名医师帮忙 原本医师也一头雾水 然而当他一走进房子时 瞬间就察觉到原因出在油漆上 原来该老屋的屋龄超过40年 墙面的油漆相当老旧 千含量已经超标 导致全家人慢性牵中毒 才会出现幻觉 医师建议 如果民众有搬家的需求 可以将旧棋刮除 重新刷棋 避免吸入毒素 其实 田之学能有如今的成就 离不开他的童年经历 与家人的教导 五岁的布农族小女孩 法利斯 带着弹弓到山里打猎 她遇见一位全身长毛的大巨人 于是两人一起猎制鸡摘水果 在河里玩水 法利斯是为什么不能去打猎绘本中的主角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田之学 小薰二年级以前 我就是山上的野孩子 在部落成长的田之学 曾经有过一段无忧无虑且快乐的童年 而绘本当中有许多的情节 例如采水果 在河里游泳 荡树藤等 全部都是田之学在部落生活的美好回忆 而他便将回忆记录于此 我的第一个绰号是黑猪 田之学是当时班上唯一的原住民族小朋友 因皮肤稍微有黑 被取了一个这样的绰号 山里来的也会考第一名哦 田之学的功课很好 但也因为身份常常受到不友善的对待 甚至遭遇言语和肢体伤害 他还记得有一次音乐课 老师请他分享布农族的音乐 田之学便特别穿上原住民族的传统服装上台 有一位同学跟他说想要穿穿看 田之学觉得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非常开心 结果换上布农族传统服饰的同学 却开始唱起我身骑白马 轻蔑的玩笑和态度让田之学很难过 求学过程中 田之学经常在宿舍里偷偷哭泣 但是这些挫折反而让他在学业上更努力 爸爸常说 只要有心一定可以做到 再加上田之学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所以就下定决心把心理都花在学业上 后来甚至还考上了自由班 爸爸向他说过一句话 嫉妒是最深层的赞美 田之学说 爸爸常常让他用正面的角度去思考自己所受到的负面遭遇 有人因为嫉妒而伤害你 其实就也代表你自己很优秀 借由挫折而转换的正向动力 是田之学在阴霾中找到的一道曙光 上了大学后 被人欺负的情形不再发生了 田之学便重新调整步伐 把落后的进度追上 顺利考上了医师执照 现在医院只要有进修的课程 我一定会报名参加 而且非常认真的去学习 田之学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会全力以赴 工作之余 田之学还会利用时间到学校演讲 分享成长经验 鼓励很多青少年朋友 努力追梦勇往直前 他也回到自己的部落 推广CPR和ADE的急救训练 未来他希望去到更多的原乡部落 利用专业来反馈社会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族群身份 我们并不会输给别人 田之学说 因为种种因素 很多原住民族的朋友总觉得自己矮人一结 他希望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摒弃这个想法 因为原住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族群 田之学的外公告诉他 要以身为原住民族为荣 让大家都知道原住民族是非常聪明且优秀的 一直到现在 田之学都谨记着外公的教诲 你是最棒的 田之学告诉每一个原住民族的孩子 心存善念 找到自己的专才 认真生活 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最棒的人 田之学的父亲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 父亲也是全世界最会安慰他 逗他 让他破涕而笑的人 不过这样的温情画面 却在某一天被无情地打破了 2008年母亲生日那天 田之学的父亲在猎山猪的时候 突然肚子大痛 乡下医院的医师在他的胆囊里看到一颗东西 和对方医师沟通过之后 田之学决定把父亲接来自己的意愿 电话上 父亲残弱地说 还是到你那边比较舒服 你会把我照顾得好好的 等待父亲到来的过程中 田之学的心中强烈地希望 那颗东西是寄生虫 可是当他看到父亲踏着盘缠的步伐 无力地拖着小小的行李箱 全身泛黄 还努力给田之学一个慈祥的笑容 他的心碎了 他坐在计算机桌前 脑海一片空白 就连简单的抽血检查都打不出来 最后在急诊 就确认是癌症的几率很高的时候 田之学冲去休息室的厕所大哭 哭完装作一切正常 出来跟父亲解释 安排住院及后续手术 但他的心中有强烈的不安 因为胆囊癌就跟恶名昭彰的胰脏癌一样 是癌症里面的恶中之恶 这一次田之学决定要勇敢 每天都要给父亲笑容 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掉一滴泪 在手术室外漫长的等待 由于手术时间太长 父亲直接由手术室转进家户病房 一堆医护人员迅速簇拥着他到家户病房 推床 挤呼吸器 打点滴 田之学的视线瞬间模糊 树中及树后做了很多预防措施 当看到肿瘤还是狠狠地转移到肝脏时 田之学快要窒息了 他开始找一些可行的治疗 到处拜托 为了这些昂贵的次费项目 开始前拆 然而肿瘤却还是迅速地蔓延了 只要父亲住院 工作完毕 田之学一定睡在他的病房 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 父亲回到山上休养的日子 田之学常常失眠 也曾一个人喝酒 狂哭睡到在沙发上 在一个住院的深夜 空气像是被什么巨大力量撞击一样 田之学惊醒过来 看到父亲痛到流汗 却又舍不得叫醒他 田之学便赶紧请护理师来打止痛针 父亲离世前的最后两个月 都一直住在田之学的医院 从部分依赖点滴 到完全仰赖点滴 父亲的面容越来越憔悴 腹部和双脚越来越肿胀 神志越来越不清楚 田之学在急诊时上班 楼上的护理师常常会打来求救 田医师你母亲又发飙了 原本坚强无比的母亲 开始意识到诊边人真的要离开了 无法接受 田之学常常挨骂 你这个烂医生 你们到底给他打什么 他都不会好 只有镇定剂 要治疗啊 你这个烂医师 不要碰他 你们都不要碰他 田之学就安安静静地低头认母亲嘛 因为我真的是个烂医师 没有办法救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最后一夜 田之学从病房下来急诊 准备上夜班 同时陈医师突然出现 要田之学去陪伴父亲 那一夜 田之学彻夜未眠 父亲的每一个呼吸 他都用心地去听 去感受 去记得 在床边 细数着过去所有的回忆 隔天早上 父亲被照着氧气 接上心电图监视器 田之学站在床边 紧紧握着他的手 忽然间 父亲的心跳变慢 然后变成一条直线 父亲摆脱了冰痛 永远地离开了他 虽然父亲已经不在人世 但在田之学的心里 父亲永远是最珍贵的存在 愿他谨记父亲的教导 在自己的领域上 继续发光发热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 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 下期视频